一起去玩水吧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在充满年轻朝气海洋风味的冲浪板彩绘前 开新合照 不只这幅新的彩绘油画 而是整排围墙的油画都全部重新彩绘 这是张炳君和立委蔡世英合作下 去年开始争取台电协和发电厂耗资400万元左右 规划在今年重新彩绘 已经脏乌斑驳的台电外幕山油槽围墙 台电也赶在今年暑假期间重新彩绘完成 患难一心为外幕山这个观光景点加分 其实我们外幕山的海域 一直是我们基隆市民跟外来游客 最喜欢来我们基隆观光游水的好去处 那炳君在去年12月的时候 就来跟我们台电来这边要求 也有办理了会刊 希望把我身后的这个油草的围墙重新粉刷 因为这个围墙已经经过十几年都没有再粉刷过 然后油漆斑驳 然后腐蚀生锈以外 还上面长满了青苔 这是严重影响到我们基隆的四楼观光 那经过秉均的争取之下 也感谢台电编略将近400万的预算 针对这个整面的围墙 全长大概一点多公里的围墙 重新彩绘 粉刷 那现在也看得出来它是相当鲜艳的围墙 也让所有来到我们万木山游水的游客 游客们来到这个地方 都觉得我们的万木山变得更美更漂亮了 那秉均也会持续来去针对我们 不管是万木山的单车步道的拓宽串联 还有我们海信平台的修建 甚至协调我们的厕所 预测室的开放等等 都是希望提供给所有游客跟游客 来到我们万木山的时候 觉得这个是一个友善 好的休闲玩水的好去处 那未来我也会持续的努力 来为更多的游客跟游客 争取更多玩水的好去处的地方 不管是龙虾还是大船 围墙上面每一幅彩绘 高度都超过两公尺以上 对于台电协和发电厂 愿意重新彩绘 由朝外的围墙 一起发展万木山的观光 张炳君也表示肯定和感谢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